新聞一開始來看 新港鄉全行路白水切糕 年久失修出現必須破損的狀況 第四海水渡管 影響到農經作業 到當地人民的生活品質 關於我林總涵 接著前後 是這個鄉管政府來正出警惠 中心檢驗台獄45公署的白水切糕 新港鄉全行村的全行路 有部分路邊的白水糕 年久失修出現必須破損的情形 造成海水糕管的狀況 當地民眾鄉鄉全民代表陳宣章 以及傳統真正來歡迎 希望相關黨委可以趕緊來改善 我們看到路邊的測過 因為有蒸來白水的功能 另外還有延伸到海水 有海水的導管問題 因為路邊以前已經做幾十年了 破損非常嚴重 導致海水倒灌 影響到農民的政策問題 經過我們深東部小的會長 跟我們歡迎後 我們直接來對我們 我們一般議員念中漢 來跟他歡迎 議員很關心的是我們全營村 農民和我們正民的安全 生計的問題 隨時他來經過會審查後 隨時報警費來幫我們收穫 這支全新路路面測過 沒有收通 住宿的排水 他的鬥館 我們這支 希望管政府來申請經費 45例的銜接來完成 讓我們附近的農民 他的政策會更加舒適 讓我們補充環境的排水問題 改善更加完善 關於原念中漢 正到申請後 這支向管府申請經費 來兼建大約45公車等的白水溝 而且請足夠現場 市場白水溝的時間品質 港申完工後 將大學提升 當地民眾的緊張品質 及組合的生活環境 大中華新聞也方有 新港財紅報道 做得到的